男女亲热时身体这三个敏感部位 千万不要乱碰 正确的进行夫妻生活 收获的好处颇多 除了满足各自的欲望 还能够让夫妻俩的感情是越来越好的 因为在同房生活时 彼此相互的了解 亲密的接触 可以感受甜蜜获得快感 当然了 内分泌的调节 压力的释放 也是男女亲热的好处 不忍 不过在亲热的过程中 不能够万乎所以 部分敏感地带千万不要乱碰 第一就是肚脐眼 许多的男女 在同房的过程中 高度的投入万乎所以 可能就会触碰双方的敏感部位 其中包括肚脐眼 肚脐眼这个地方 它是很特殊的 看似没有什么作用 但却很脆弱 需要保护好 该部位呈现的是凹陷 卫生条件 它是比较差的 如果在亲吻对方的过程中 去接触到了肚脐眼 可能就会造成细菌的传播 另外呢 该部位的黏膜 也是比较敏感 如果乱抠乱摸 或者是随意的去亲吻 可能就会导致 某一些病菌入侵 这样后续就会出现身体不良的反应 使许多人就是有腹痛的原因 这可能就会影响到内部脏气的功能 因此呢 该部位一定要避开 第二呢 就是颈部了 许多人会在伴侣的颈部去种草莓 通过吸引的这种方法 来留下爱的印记 却不知道颈部 它是很重要的部位 该部位分布着许多的动脉 无时无刻进行着血液循环 如果亲吻的位置错误了 太过用力了 可能就会伤害到动脉 这样呢 就会诱发血栓 堵摔 后续就会威胁到伴侣的生命安全 不想这种情况出现的人 该部位就应该避免 随意的去接触 要避开颈部 挑选其他更安全的部位来表达爱意 颈部啊 应该是重点保护的地方 第三就是耳朵了 耳朵作为听觉系统的一部分 拥有健康的耳朵才能够听力正常 听力良好外界的声音 可以很快的听得到 但有的人呢 在同房的过程中啊 就没有避开重要的耳朵 可能会通过亲吻 抚摸对方的耳朵来挑逗 激起各种各样的欲望 从而让彼此更加的投入 夫妻生活的乐趣啊 但是如果在亲吻对方身体的过程中啊 用力的去养息耳朵的话 有可能会给耳朵带来伤害 是许多人耳朵出现不良的反应 甚至后续会听力下降的原因 可能给内部的组织造成损伤了 例如说 骨膜啊 需要在预防的过程中 要避免亲热的时候去接触到耳朵了 今天我们的话题就分享到这里 下期再见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